解封之后花铃有许多观光景点是外地游客的最爱 包括网红景点、山渡空间 这表示虽然景区是开放空间 但还是希望游客能够做好防疫措施 戴口罩、保持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希望好不容易解封的生活能够持续维持 零确诊、让旅游安全无余 情境大自然的旅游环境是目前解封之后 民众喜爱到访的景点 在开阔的环境当中也比较不亦有疫情的影响 而山渡空间就是许多游客喜爱的环境之因 业者就表示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会先量体温 十连至近期消毒 并且也会要求民众在原油的时候 能够戴好口罩避免疫情的风险产生 开园以来就是到现在差不多三周 现在第三周 每天的入园人数都差不多是在50上下左右 就是不会超过太多 然后现在我们的防疫措施就是一样追寻 就是更新在三级的部分 一样就是在园区内全程都是戴口罩 然后我们入园也是一样食联制消毒跟量体温 确保他们的体温是合格的 我们才会让他们入园 全程戴口罩这件事情就是游客是比较难接受的事情 因为毕竟是觉得是在户外的场所 那我们还是会独处客人都是全程戴口罩 包括拍照的时候一样都是要戴口罩 然后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 也保护其他人的安全 目前景区每天游客量大约在50人左右 虽然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营业 在解封的出席还是会尽量要求 入园游客能够配合防疫的政策 才不会造成游客的健康影响 记者林杰说风箱 采访报道 他自己在内文inek ger员 也在封许多� gars 很多歌 你 你